今天路过这个小花坛 这个小花这个叫什么 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小花 夕阳西下真漂亮 来看一下这个小花坛是怎么组成的 里头有哪些小花 你看它这么一个高台 底下是木箱子 实际上上面种花的地方并不多 就是一个 就这么一个花槽 这个花盒子也就是 15厘米左右 深就足够 这些小花生长了 颜色如此鲜艳 都哪些小花呢 这种大的粉色的是 喇叭花 矮千牛叫Petunia 这里还有小喇叭花 你看看比它小很多 这个呢还是重拌的 它叫Million Bells 它和Petunia是近亲 这里还有不同花色的Million Bells 橘黄色的 还有这种深紫色的 颜色鲜艳的还有天珠葵 总的来说有三大类花 大喇叭花 小喇叭花 还有天珠葵 从颜色选择呢 它有亮的粉的橘黄的 也有暗色深紫色的 从尺寸上和颜色上形成对比互衬 这个小花坛呢在一个高层建筑的北侧 阳光并不是特别充足 你看那边西洋西下 也就是太阳快下山之前 它有一些阳光 它每天日照的时间呢 是从下午四五点到七八点 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日照 也就是说这些小花 有一定的耐阴性 有三个小时日照 就能开花不断 当然了 这些也都是喜阳的植物 全日照 它们也不怕 更喜欢 或者说全日照 它也许能长得更大 你看这个 它是准备 我觉得它开始想的时候 是准备让它全都垂下来 就是日照不足的 长得不够快 即使这样 它也能吸引路人的眼光 像我这种啊 你看这是不远处 另外一个小花坛 不同的颜色 同样的植物 效果就又不一样吧 这个呢 全都是四季海棠 它就直接把盆子做进去 这个最漂亮吧 这下面使用这个木头箱子 有个好处就是 它和人很近 你低下头就能欣赏这些小花了 想象一下 在你的party或者deck上 也做这么一个小花坛 好啦 这个小花坛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时针加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